其实我不是今天开始讲的 我之前写了几本书叫《怪兽家长》 我一直在提到香港教育出了问题 但所有人都觉得教育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 永远都不是最急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很放下 大家看到了 这次很明显在79天的运动里 看到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最终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 大家不知道昨天有没有看《女排直播》 昨天的《女排直播》 我忽然间很奇怪地听到 很少我听到这么多人 这么大声地说中国加油 因为你试试如果现在在街上 说中国加油 我想很多黄姐会招你 现在说中国两个字都有问题 或者说中文、普通话 你已经是罪了 所以我觉得最终 当你在一个比赛场里 你看到美国和中国两对对类的时候 你的血液里面的中国心 你出来了 我不知道里面 叫中国加油的 有没有黄色的人 但是有些地方 你是无可避免地 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这个教育 我们从来都没有 那么久以来 尤其是回归以后 我们很恐怖地 我们刚才邱总也有说 我们去中国化 什么都没有中国是最好的 然后所有人 大家都以说英文为荣 很多家长会 拿小孩出来表演说英文 你看他说英文说得挺好听 他不懂中文的 他只看英文书 他不看中文书 大家以这东西为荣 但很恐怖 其实整个就是我们十几年来的教育 除了没有了一种国家的教育之外 这种国家的教育除了在教育制度里面 其实媒体的教育也是 媒体也有一个教育的作用 但是我们看到所有关于中国的东西 刚才很多嘉宾都有说 所有中国的东西都是一些很小报式的报道 这里被那里吃了一只狗 这里有狐狸被人剝了皮 那些就是中国的新闻 那些就是中国的消息 我们的学校里面的学生 都是在学习这种东西 那里哪里很坏的 每年都有搞狗肉节 例如李旺阳、六四 不断每一年重复 去讲这些新闻、这些事件 但我总是觉得 好像 无论是警察也好 中国也好 这两件事 好像一个妈妈 怎么说呢 因为我自己是妈妈 所以我会比较明白 虽然前一哥说过 母亲是持 不是警察而是慈慕 于是被人骂到死了 但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很相似 好像一个妈妈 其实她由小朋友 拖着她到出生 照顾她到长大 可以寒暖 棉干、睡、湿、臭、大 就是小朋友到上学到成长 有一刻她在做功课的时候 她不听她说 她很生气 激怒了母亲 于是母亲拿着藤条打她 这一幕打她的一幕 被对面屋的人拍到 看到 成为永远 以后 这个母亲就是这样打人的母亲 其实警察也好 中国也好 也是这样 被人的印象就是 她永远是大家在高兴 只是重复那一下 暴力那一下也好 或者是她丑样的那一下也好 大家永远不停地重播 你想想 例如六四事件 其实你可以每一年都可以报道 每一年都可以教育 但每一年都应该去反省 有些新的东西下去 以鼓減金 我们学历史是这样用的 但我们每一年 不断地重播她的画面 不断地重播她的妈妈 她的一条藤条打仔的画面 于是这个妈妈永远是一个恶魔 所以警察也好 中国也好 我们的教育 就是永远把一个人 一个恶魔的样子 停留在这里 然后就教下一代 一代一代 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想我们的教育里面 没有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思想 其实从小到大 我们香港的人 香港人读书 一定是这样走的 条路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要读名校 去英中 然后考大学 然后要找一份好功 最好进了几大行 一定是这样走的路 永远没有人敢走不同的路 于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下一代 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下一代 永远不敢说不同的说话 不敢走另一条路的人 所以其实你今次看到 其实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她不一定每个都是一样颜色 她不一定每个都走在帐篷里面过夜 可能她不认同 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是不认同的 但是他们不敢说声 因为我们整个教育 十几年的教育 是叫你跟大队走 永远不会错的 你千万不要走另一条路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们有时候在大学里面 看到别人的面试 尤其是面试那段高峰期 面试的时候 所有的学生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 当然不是黄色 穿着黑色的西装 黑色的裤 黑色的裙 白色的衣服 全部都是一样色的 因为你不敢试着穿一双波鞋 穿一条牛仔裤 穿一件衣服去的面试 因为你知道这样死定了 其实不一定是死定了 但是大家只敢做一样相同的事 习惯了这样 于是真的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你不敢说出来 所以你看到社会不是这样 我们都说沉默大多数 沉默是大多数的 为什么大家是沉默呢 因为我们的习惯是从来不敢说 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说话 这是一个教育出了最大的问题 从来没有教育表达不同的意见 所以在今次里 我很愚蠢地说了很多不同人的说话 于是受到很大的攻击 刚才也说了 我有很多古灵精怪的名字 其中一个爱好叫警察教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我宣扬了一种邪教 这种邪教就是相信警察永远是对的 很多人攻击 网上攻击 那当然我们的家人也被人攻击 但是我总是觉得 今天会场很多人都说 其实目标都是你 你要小心我 搞得我自己好像雷街坊 其实我又在想 他们开头大会都说 如果有什么事 我们会送你走 我说为什么要走 我继续说我相信的东西 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有人说不同的说话 跟我的不合理 那么我就要离开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 跟别人不同的说话 说给别人听 我希望无论是学校也好 家长也好 当你教你的小朋友的时候 不要再用一种方法 就是你这样走 一定对的了 你放心 你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常常习惯了就是这样 相信一条路 这条就是成功的路 但其实是一条路通浪马 这条路通浪马 我永远每次他说到我都说到 路顺说的那条路 地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地上即使没有路的话 如果我们第一个走 然后有盆人走 大家很多人走 其实那条路就可能是一条康庄大道 这个就是教育 我相信教育是重点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条路上 肯定是 Итак 再开始 感谢观看